大家好,華記8月25日報導 今天講一宗日本半澤直樹有個大反派 叫做鄉村趙芝爆了一宗性騷擾 話說他摸酒店女公關的胸部 然後扯掉胸圍,然後被其他三個朋友問 這宗事其實是甚麼事呢? 我化身華探長 他案發的地點是在去年的一間銀座夜總會 說明夜總會的公關 你以為我會不會是五星級酒店的公關? 不是,是銀座夜店的旅公關 有個報導說鄉村趙芝娃玩 忽然之間,玩玩玩玩的時候,不知是否喝酒 行為很古怪 就是這個瓦虎報道 就說,忽然之間上下其手 然後空圍都解了人 其實我想跟大家說 那些日本人是這麼色情的 不要說日本 香港、大陸、外國 通常你去那些夜場喝醉酒 如果大家記得,喜劇之王、戴龍、我要初戀 不是更離譜 動手動腳打人 這些真實故事是有,不過少一點 但在銀座這麼高消費的地方 其實他們喝酒後 有些人玩得比較斯文 有些人就沒有玩得那麼斯文 我們其實都去過 譬如銀座、歌舞忌丁 或是香港,我們聊生意 或是澳門 一定會去那些夜總會,一定會見識過 那問題就是 有些人去談生意的 那就是為單生意談 有些人是為了去玩的 去尋開心的 找幾個公關陪坐 陪喝酒、猜妹的 然後 喊喊蹦蹦,抽水的 有些人就說 在空圍都脫了你 其實就是看你付錢 付得夠不夠 其實以我華探長的身份 這個半澤直樹的大反派 為何會被這個女公關告呢 就說他有創傷後遺症 其實說到尾就是付錢付得不夠 很簡單而已 如果他不是撞到你是一個名人 叫做你半澤直樹那套電視劇 全日本、全東南亞都收得的 那你上去玩的時候 那個女公關 我知道認得你是誰 然後你還玩得這麼放鬆 那當然是和媽媽和幕後 喂 當然是屈你水的 大佬 賠錢吧 大佬 你去夜場女公關喝酒 難道你真的 真的喝酒嗎 那用不著上銀座樓上 隨便去陸方旗或深齋橋 隨便的女公關酒 便可以了 不用去銀座樓上 我想說這件事 到最後就是 那間銀座的酒樓也沒有好處 敲竹槓的 敲不了竹槓 他有好處 下次又撞到一個半個名人 或者香港有些名人去玩 喂 上次半澤直樹那套電視劇就是我們做的 你給不給 你給他按住來閹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這些東西我們就覺得見怪不怪 說到最後就是淺作怪 等價交換而已 你上去銀座就高消費 這件事擺明就是 大反派不肯給 或者不甘心被人家冤枉 所以他就 來就來吧 我說不給 但也沒有好處 有些新敗名列的 其他電視劇也不用再拍了 那你說 其實這些夜場 是不是經常會有這些東西呢 我告訴大家 我曾經也認識一些香港的朋友 他就跟老婆來日本玩 當然男有男女有女 女士當然是去購物 男的那幾個 一有時間就放上江墓忌丁見識一下 一到江墓忌丁就用一個非常興奮 高興愉快的心情 上去 打算見識一下東營魔女 不夠一個小時 下來 垂頭喪氣 死了搞什麼事呢 一上去 還沒上去 還沒上去 在樓下 給李小木的前身 李小木就是在這裡 扯皮條的 以前三十年前 現在有很多黑鬼 可能被一些人 喂,我的朋友 上來喝點飲料 五萬日圓 上去搞定了 坐女兒喝飲料 他當然是興高采烈 幾條馬鈴 上去之後 一坐下來 哇,正啊 大哥 原來這三十四十五天 是嫁妻啊 一二三吃,喝啊 怎知喝完後便可遲 剛剛一進一門口 例如 Shortwood, 三十二十美元 每人五萬元便要二十萬日圓 打算二十萬日圓開樓 誰不知一起來,一走 沒有錢,還沒結帳 這裏有五十多萬還沒結帳 剛才不是給了錢嗎? 剛才是給了入場費,給你離開 不包錯女兒 這些逢星期五、六 在疫情前,在江武忌廷有間警署 專門叫對手排解,你們討論 警察也不介入,就四四六六拆開 一人一步 其實日本的見怪不怪 也聽過有些人說,真是沒有錢 整個荷包都行出來 是這麼多 被人滴上天台打一鍋 然後下來沒有發聲 沒有錢給 反轉你的銀包,又沒有卡 又沒有錢 就打你一鍋 就是這麼多 千萬不要說,華記 如果你的粉絲上去遇到這個情況 可否打給你求助 你打給我也沒辦法 你跳這些中運雞舞 衣服不適合衝上去 他沒有人帶的死梗 你真是求助於我 我就打給李小木 他在多目幾乎都認識別人 他幫你拆 沒有好處 你都要跌的 大哥 他又找人拆,又要跌 你又跌給他 我們就當介紹不關我事 都是 不要玩這些 那些事情 你打算愉快的心停來旅行 然後發生這些不愉快的事件 極度興奮上去 極度嘴上落回來 無謂 所以我覺得華探長今天 看這個半澤直樹的大反派 其實他就是 錢作怪,說不定數 付錢給得不夠 所以旅公關 就動到他盡 今天先說這件事 直播再說其他事事 2013年開售時 樓上的公寓售價是1.8萬一方 現在他的公寓售價 已經去到了12-14萬一方 所以說 海瓦集團的投資戰略眼光 真是顯而易見 Hello 大家好 我們八星期日子 Wuby有甚麼好介紹呢 當然要翻查 甚麼叫翻查 就是繼續介紹 中心不報的海瓦紛城 是的,這個樓盤非常之好 第一,輕軌站在旁邊 藍頭站 可以坐高鐵回香港 直達香港在廣州南 接著再坐高鐵回香港 非常之方便 適合我們香港人 沒錯,他的配套 有一個甲級寫字樓 就是喜來登酒店 前面就是文化中心 在中心來說 很少項目在輕軌站旁邊 沒錯,而且樓下又有商場 又有還原萬家 還有很多品牌 我們香港Adidas等等 我們香港人最熟悉的品牌 全部在樓下 沒錯,過去兩星期 我們做這個樓盤 我們發現很多客戶 來不到我做現場觀眾朋友 他們聽聽下一半 他們馬上乘的士來下訂 是的,而且我們在直播期間 很多客人都會WhatsApp問我們 甚至之後 我們都收到很多客人查詢 Wuby 沒錯,為甚麼呢 這個樓盤非常之便宜 38萬到48萬人民幣 不但便可以入場 可以收到1,500元人民幣租金 接下來我們就星期日 下午2時半 這個性價比非常高 買了一定不會輸的樓盤 記得來報名 我們的地址是廣東道332號地下 華記性能量網紅基地 下面我們的WhatsApp報名熱線 大家有興趣去WhatsApp我們報名 千萬不要錯過 待會你 到時見 拜拜 日本最沉21世紀遊閒快樂 體驗全亞洲最宜居城市 無論是投資、創業、置業、留學、旅居 都可以感受到高品質生活 歡迎大家來日本 一起去尋找快樂時光 世界流行地球村 究竟哪裏最適合香港人的2nd home 當然是日本 想來東京大阪享受高品質生活 無論是智或是創業 我、楊君都可以幫到你 WhatsApp查述6683100m 請求您 請求您